而南韓總統隱形院的競選期間 以及上任之後 對北韓的態度明顯是比前總統 文在寅是強硬許多 因此北韓領導人金正恩 在27日韓戰停戰協定 簽署69周年 對北韓新軍人以及退役軍人宣告 南韓隱形院政權以及南韓部隊 如果想先發制人 發動攻擊 北韓將予全數的殲滅 同時金正恩也向美國說 北韓的核武能力已經充分做好準備了 隨時有個美國一戰的打算